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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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 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疫情急劇升溫 亡物難治 死亡率高 湖北民眾接監獄迫害 二十天戴料鋼睡覺 母親遭中共非法判刑十年 兒子中領管前呼籲釋放 總統賴清德主持三軍新生開學 牢記初中 中共武嚇未停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中國疫情急劇升溫 新冠超強變種KP.2和KP.3強勢來襲 多地民眾披露 這波疫情傳染性強 醫院爆滿 症狀頑固難以治癒 死亡率高 官方隱瞞不報 上個月起 不少大陸醫師發帖提醒 新冠超強變種KP.2和KP.3強勢來襲 近日 在今日頭條可查到不少突然猝死的消息 有山東老太太 湖南退伍老兵 杭州外賣員 上海保姆 山東34歲 博導李曾海教授等 多地民眾披露 這波疫情的傳染性強 有的症狀很重 主要攻擊喉嚨 很難痊癒 醫院爆滿 身邊突然猝死和罹患心腦血管疾病 和白血病患者激增 上個月 遼寧多地洪災 災後疫情爆發 有村民披露 有的村莊疫情很嚴重 山區農村缺乏醫療 村民都硬扛 2023年8月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曾警示 新冠疫情主要是針對共產黨 以及那些盲從中共 維護中共 為中共賣命的人 目前死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輕人 李大師還告誡世人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新唐人記者熊斌舒燦採訪報導 近日 湖北民眾駐春林在微博公開揭露 自己在廣東親遠監獄遭受殘酷的體罰和虐待 引發關注 9月9日 祝春林在微博帳號《楚天居民》發布貼文說 自己因為一件冤案 於2017年5月在清遠監獄服刑 其間遭受酷刑虐待 她曾經在寒冷的冬天 被強制站在操場上罰站 挨動 有一次 她因為穿涼鞋遭到嚴管 預警給她戴上了手銬和腳料 腳料重約15公斤 整整待了20天 祝春林說 她每天拖著沉重的鐵料艱難行走 晚上睡覺也戴著冰冷的手銬和腳料入睡 遭受著非人的折磨 她曾寫了一封檢舉信 向祝清遠監獄的檢察官舉報 但沒有回應 監獄領導公開揚言 隨便怎麼告都行 祝春林表示 卸下手銬和鐵料後 她的雙腳痛了好長一段時間 這段經歷給她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傷害 9月12日 祝春林告訴新唐人 清遠監獄虐待犯人已經常態化 年歲大的老人也遭到酷刑折磨 祝春林說 獄警還教唆一些犯人充當打手 虐待其他犯人 這些做法都是違法的 是警察在虐待 而那些被提招起來當管理人員的服刑人員 他們往往是把那些人要抓起來嚴管的人 他們報名 報送名單給警察去登記 警察那裡都有一本冊子專門的一種表格 他們把這個事情專門的日常工作來做 服刑人員成了警察的打手 祝春林表示 她正在對自己被冤判入獄 進行申訴 之所以把監獄的黑幕揭露出來 也是希望能減輕監獄其他犯人被迫害的程度 新唐人記者唐寅李莉高玉採訪報導 週四 中共貴州省公安廳前黨委委員陳剛 應受賄洗錢 非法持有槍支彈藥被判刑七年 同一天 雲南省原副省長張祖霖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 據明慧網報導 張祖霖任職期間 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週四 貴州省前南州中級法院一審宣判 貴州省公安廳原黨委委員陳剛受賄洗錢 非法持有五支槍 七百三十二顆彈藥判刑七年 陳剛曾在貴州省軍區政治部 尊乙軍分區政治部以及安順軍分區任職 隨後任貴州省公安廳黨委委員 省基監委派駐第十四紀檢監察組組長 陳剛去年8月被調查 今年1月被雙開 陳剛曾任職的貴州省公安廳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 同一天 雲南省原副省長原麗江 昆明市長 市委書記 玉熙市委書記張祖霖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 據明慧網報導 張祖霖在麗江等地任職期間 參與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迫害 對尤全明 蕭丹鳳等法輪功學員遭判刑迫害負有責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田園綜合報導 在中國 應堅持信仰而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不計其數 今年 河南省一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10年 他的兒子周四在洛杉磯中領館前呼籲釋放母親 來看報導 周四 洛杉磯多名法輪功學員在中領館前 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丁湘勤和她的丈夫楊俊成 我媽媽她是紅洋真善忍的美好 中共這樣做就是她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 就這樣就是隨意給我媽安一個罪名 然後就判刑10年 我覺得這就是非法的 丁湘勤和楊俊成去年在河南省洛河市 因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被警察上門抓捕 丁湘勤因此在今年上半年被非法判刑10年之久 自從上一年被捕以後到今年3月份3、4月份 然後狀態一直不是很好 人很瘦 然後很憔悴 此前 丁湘勤曾多次去北京上訪 向中共當局爭取合法的修煉環境 卻被非法抓捕 甚至在看守所裡被警察實施上身哭刑 看守所裡面待了將近三年 讓她上木架嘛 然後受刑 她現在下巴這裡還有很深的那個疤痕 在被關押期間 中共當局還對她的家屬威逼利誘 政府施壓嘛 要我爸就是強制跟他要離婚那樣 因為如果不離婚的話我爸也會受牽連 他工作什麼也會沒有 面對中共的殘酷鎮壓 丁湘勤始終沒有放棄信仰 真善忍 強烈的呼籲 中共當局供檢發和河南洛侯市公安局 就有關的機構 立刻停止你們的這種犯罪的行為 趕快認清這個形勢 中共已經遙遙欲罪 慶刻就會倒雪 那你們這些跟隨江澤民迫害法安公的人員 你們的下場該是如何 這也是我們對他們的忠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劉傑 洛杉磯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歐羅斯軍用巡邏機繞日本飛行 航空自衛隊緊急起飛因應 中共正對8000多名投資銀行家施加更大壓力 部分人士被要求交出護照甚至遭到拘留 美國眾議院中國週落幕通過法案挺台灣 全面簽譽世界衛生組織 通膨降溫歐洲央行宣布降息一馬 總統賴清德主持三軍新生開學 勞記初中 中共武嚇未停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馬倫大發好 真善人好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馬倫大發好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馬倫大發好 真善人好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馬倫大發好 真善人好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馬倫大發好 真善人好 公主十軍中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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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倫大發好 真善人好 人好 共祝十尊 終求快樂 歡迎回來 來自臺灣的消息 共軍擾臺沒有停止 從昨天到今天清晨6點為止 總共有29架艘次中共基建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總統賴清德今天南下高雄 主持三軍士官新生聯合開學典禮 他期許這些未來的士官精益求精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守護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執行三民主義 執行三民主義 捍衛國家 捍衛國家 三軍統帥帶領士官新生 一同宣讀軍人讀訓 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 13號來到左營海軍官校 主持上任以來的第一場 三軍士官新生聯合開學典禮 連對這群未來的士官 賴清德期許他們堅定抗衛國家主權 守護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這些年來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不曾停止 我們要持續強化國防實力 跟民主國家攜手合作 肩並肩發揮克服力量 靠實力達到和平的目標 另外面對中國的威脅和滲透 大家要牢記從軍的初衷 賴清德強調士官是部隊的骨幹 也是軍隊維持戰力最重要的基礎 他勉勵每位新生精益求精 培養堅實的專業能力 才能順利推動部隊的各項任務 這次的開學典禮一共有742位新生 包括410位陸軍專校 81位海軍官校二專班 以及251位空軍航技學院的學生 他們未來都將成為軍隊的中間分子 四官在部隊是最基層的角色 身為四官的我 希望可以藉由在部隊的經歷 親身經歷可以將導正新生的正確觀念 我調整心態 儘快地融入和軍中生活 典禮的最後 賴清德也與國防部長顧力雄等人 一起分別和三軍新生合影留念 西唐倫也的電視 陈慧摩理金局李毅宏 談判高程報導 即澳洲國會之後 荷蘭國會週四以147票對3票 壓倒性通過一項挺臺動議 內容是拒絕中共扭曲2758號決議 並要求政府在歐盟內部尋求支持這項立場 這項動議獲得十四個政黨支持 400年齡的交流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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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VN-resolutie 2758 wordt misbruikt om vertegenwoordiging van Taiwan in de internationale gemeenschap te blokkeren het is tijd om te zorgen dat wij uitspreken met zoveel mogelijk democratische landen dat we dat isolement niet willen en dat we de deur open willen zetten naar deelname van Taiwan in di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es 為中共當間諜 前 CIA官員馬尤清認罪 十年建議 美國夏威夷潭香山首席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 週三 批准了前中央情報局官員馬尤清的認罪協議 判處他十年監禁 馬尤清承認 收錢向中共提供大量機密資訊 根據司法部文件 71歲的馬尤清 住在潭香山 1982年到1989年 在中情局工作 2020年8月被捕 他向一名聯邦調查局臥底人員承認 曾向中共上海 國家安全局情報人員提供 大量機密資訊 文件說2001年3月 馬尤清從中央情報局 離職十多年後 上海國家安全局情報官員聯繫到馬尤清 要求安排他哥哥與他們會面 馬尤清的哥哥也曾是中情局职員 馬尤清後來與哥哥在香港酒店房間 與上海國家安全局情報官員會面三天 期間 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美國國防機密訊息 以5萬美元現金作為交換 兄弟倆同意繼續協助上海國安 馬尤清的哥哥現已去世 沒有被起訴 馬尤清承認 他和哥哥與上海國安局情報官員合謀 傳送明知將用於傷害美國 有利於中共的信息 檢察官表示 馬尤清認罪以來參加了5次長達數小時的會議 回答政府的詢問 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 認罪協議還要求馬尤清余生必須與美國政府合作 馬尤清在審判前寫信給法官德里克沃森表示 我希望上帝和美國能原諒我的所作所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姜利亞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表示 隨著週期性市場低迷的結束 以及對半導體需求強勁 2024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 將超過6000億美元 预風扶朗星在簡若微熱帶風暴之前 持續影響美國墨西哥灣產油區 國際油價週四上漲 紐約西德州 終極原油10月交割價上漲1.66美元 外媒報導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擬對7-11母氣 日本領袖商7-9和加拿大企業ACT的 潛在併購交易進行反壟斷調查 微軟宣布將採檢Xbox遊戲部門約650名員工 這也是微軟以690億美元收購遊戲開發商 動視暴雪之後第三次進行裁員 新唐人也在電視整理報導 擺脫遊戲五出人生 飛艦學院學生家長表感恩 孩子沉迷於電子遊戲是困擾很多家長的難題 一位紐約的母親也曾面臨這樣的困擾 然而自從孩子入讀位於紐約的飛天藝術學院後 問題神奇地得到了解決 來聽一聽她的故事 紐約華人桑尼萬女士和很多華人家長一樣望子成龍 然而事與願違 兒子在中國大陸時從三歲就開始迷戀電子遊戲 上學後也玩得費勤忘食 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 桑尼萬一家看到了神藝術團的演出 純善純美的藝術形式 似乎喚醒了孩子對於美好的向往 原來現實世界可以如此光明 優雅 正派與美麗 沒有舞蹈基礎的孩子 開始在中國參加培訓學校 練習舞蹈基本功 桑尼看著孩子認真練習 並且身高等條件 逐步達到了飛天藝術學院的招生標準後 決定到美國報考 結果是幸運地考入了飛天藝術學院 桑尼萬還發現 兒子變得禮貌千丈 浴室會先為別人著想 位於紐約的飛天藝術學院 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 為學生提供卓越的文化與藝術教學 同時 學校為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 桑尼萬女士說 這位家長減輕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而最重要的是 兒子獲得了在其他學校從未體驗過的氛圍 隨著兒子的舞蹈技藝在學校的細心栽培下不斷飛越 並且幸運地成為了神韻藝術團的實習演員 在全球各大城市的頂級劇院尋回演出 而這是很多藝術家們畢生追求卻無法企及的目標 從昔日的電子遊戲《重度玩家》到如今閃耀於世界舞臺的舞蹈演員 桑尼萬女士感謝神韻與飛天藝術學院重塑了自己孩子的人生 沒有辦法去感謝 不知道怎麼去感謝 只是想就告訴更多的家長 希望他們能夠更多的有這個神韻和這個飛天藝術學院有更多的認識 以便將來更多的孩子能夠來到這個學校 能夠跟著這個學院一起來去復興中華傳統文化 它就像那個盛開的一朵出於你而不然的這麼一朵盛開的臉花一樣 就靜靜地處理在人世界 所以說如果有更多的人認識它 它能夠帶給你 能給你帶去美好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余良 尚敬 紐約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4年9月13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已經達到4億3581萬8237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2226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Lun Sang 給予請 Lun Sang 給予請 Lun Sang 給予 復興 让 溝開 Lun Sang 給予 影響 Lun Sang 給予 淚 喉 叱喇 Lun Sang 給予 歐 鬢 叱喇 Lun Sang 給予 省